哇,你好性感哦 你这件衣服是你给我穿的 我当然不会你穿得好看 不是,你穿得好看 不是,你饱门一点 我穿得很多空位 周围都怕脱 她是胭脂扣中 敢爱敢恨的痴情女子如花 她是半生缘中 为了养家错失情缘的孤曼璐 每一个角色都有一段 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每一段故事都是她二而不得的自己 回顾梅艳芳的一生 有坎坷有遗憾 亦有坚持与真情 1963年 梅艳芳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为了生活 梅艳芳四岁 被母亲逼上黎原戏台卖场 做了一名歌女 初登舞台便光彩夺目 可以说小时候舞台表演的经历 成了她长大后 追逐娱乐圈的资本之一 1982年 在第一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中 梅艳芳以其独特的舞台风格 以一首封的季节 获得冠军 同年梅艳芳便推出专辑 《新债》正式踏入歌坛 她的风格一直被包装成青春派 但是在当时 几乎所有的女星都是这个风格 对比之下 本来长相就不算最漂亮的梅艳芳 并没有很出众 1983年 梅艳芳推出第二张唱片 是《森梅艳芳》 正式走向另一个转变 梅艳芳在《流年似水》 《换女孩》等歌曲中 被包装成男儿汉的形象 西装加上墨镜 和宽天间 令人以豪迈的感觉 梅艳芳 以其百变的形象 金银的表演 令她在85至89年之间的时间 连续五次在十大竞歌金曲中 获得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1985年 梅艳芳在香港宏馆 举行了首次个人演唱会 百变梅艳芳 尽显光华演唱会 连开十五场 打破了香港歌手 首次歌唱的场数记录 可以说 直到这时 梅艳芳的星途 才开始慢慢走向巅峰 同时 梅艳芳也在谭永林 张国荣 曲小凤等众多大咖 有过合作 为顾她的演艺生涯 简直顺利到不行 但没有谁的一生是完美的 她的幸运 好像都用在了出击事业上 因为生活中的她是一团糟 家人在她的滋养下 归惑不多 而且她爱好赌博 也正因为如此 梅艳芳和母亲的感情并不好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 她偏偏出落得好爽大方 出出仗义蔬菜 好朋友罗军索的母亲去世的时候 这位朋友 甚至连给母亲 办一场仗义的钱都不够 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梅艳芳 毫不犹豫的让人给罗军索送去了一张空白的支票 让她随便填金螺 这让罗军索深受感动 但她最终只填了葬礼花费的3700元 然而梅艳芳一生感情坎坷 最后有过几段恋情 每一次都以为是最后一个 每一次却都没有结果 曾经原本与好友张国荣 等约说两人四十 未嫁未娶就在一起 结果张国荣 却在梅艳芳40岁那一年 离开了她 那一年 36岁的梅艳芳 被查出患有宫颈癌 因为发现得早 所以还可以做切割手术 保住性命 但是执拗的梅艳芳坚持不肯 原因就是 想做个完美的女人 之后就奔波保守治疗 但很不幸 在四年后病情急剧恶化 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余地 2003年 梅艳芳公布了自己患病的消息 宣布化癌之后 然后继续大制作的演唱会 还有接着预计的美国巡演 获达到这个程度的女人 美丽已经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最后一场演唱会 梅艳芳一席白衣胜雪 她站在舞台焦点 微微一笑 烟墙掩盖着无助 我穿婚纱好看吗 然后犯感慨地说 我经常觉得 借阳和阳芬都很漂亮 但是很短暂 我们应该是更加珍惜 更加快点去争取 你们身边想要的东西 如果不是眨眼 我们的什么都没了 最后 梅艳芳唱了一首《最爱的人》 信腾真艳写的《夕阳之歌》作结尾 在一首歌的时间里 多少往事铺上心头 不甘 眷恋 释然 洒脱 好像所有的心事都砸沉在一起 让歌声比以往更沉重 更爱上 曲众人在 骑着婚纱裙摆 缓缓走向台阶 背影在灯光中 悲壮绝伦 她回头 微别心爱的舞台 微别反思 为此一想 这一别 今世有别 那眼房临终前 包括成龙 谢霆锋 谭永林 如德华等 数十名亲朋好友 赶到医院见她最后一面 约150名记者和歌迷 守候在医院大厅 等到与每位朋友 见最后一面 聊到每位朋友 最后的祝福后 在2003年12月30日 2点50分 梅艳芳安静地 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一年 她四十岁 临终时 她说 别哭 别叫我的名字 面对生死别离 她依旧是 一如既往的潇洒 梅艳芳的邻居 我们告别的 是一整个时代 世上带男友 这般风华绝代的传奇 看到天相 上帽归 未经许可,孙艳芳的邻居